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所以说呢 要运动 然后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去保证呢 你纯粹的减肥 就吃一些单一的饮食 实际上是不健康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运动 增加一些运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准备了这样一个 弹力带 弹力带 让大家能够动起来 对对对 但您刚才提到 如果要是肥胖的话 就会增加患上乳腺癌的风险 对的 那可能每个人的审美标准 是不一样的 那究竟怎么样 才能够准确地了解 我们现在这个体态 是否更容易 有这个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呢 我们有一套 特别科学的测试的办法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 邀请笑叔 还有愿意参与的观众 到台上来 我们也请到了 国家国民体制监测中心的 孝文指导员 为大家来做一个测试 掌声欢迎孝文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了解 自己身体的情况 是不是偏胖呢 我们先来测一下 好 用这个专业的机器 对 来阿姨 阿姨先来吧好吗 阿姨先来 阿姨请您站上去 伏着点 然后双手放身体两侧 伏着前方 好 我们先来测一下身高和体重 好 身高体重已经出来 您把双手扶在这两侧 好 这个地方有金属 您告诉我一下您的年龄 您告诉我一下您的年龄 68岁 阿姨看上去好年轻哦 阿姨手可以放下来了 我们通过这个检测的话 身高体重 包括体脂肪的成分 然后肌肉的含量等等 其他数据都会测到 好专业 阿姨可以下来了 好 阿姨来 再来吧 校书上 好 了解一下校书的情况 这个是阿姨的一个测试的结果 对 阿姨测试的结果在这里 你拿好啊 好 校书来吧 好 1比55了吧 还是先来测身高和体重 目视前方 人家上去的话 三点 15点吧 好 然后双手附在这个上面 好 这样吧 然后年龄 30 好 我冷静了 好 已经测量结束了 校书的测量结果 应该马上也会出来了 对 那怎么样才能够了解 我们现在是属于正常标准的 还是是否偏胖了 我们会 这个结果会出现一个 非常全面的报告 好 那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报告 显示两位现在是不是属于偏胖呢 现在这个报告应该是阿姨的报告 哇 阿姨的体重呢 测量的体重是68.4公斤 那么其实从这个黄色绿色和红色这个颜色分别上我们就能发现了啊 绿色肯定是相对标准的 红色呢就是有一点点偏胖和超重了 那阿姨的这个体重已经在这个位置 所以是属于超标了 超标了 我们除了体重以外 还有一个值是能够是能够衡量我们是否肥胖的叫体重指数也叫BMI值 那么我们看阿姨的这个算出来的这个值是28.3公斤 我们从这个颜色里面调状来看也已经到了红色了 这也超标了阿姨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值也很关键 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脂肪占了多少的百分比 脂肪率 对 脂肪 多少呢 42% 42.2% 标准值是23%到36% 现在这个颜色 哎呀又超标了 又了然了 对 阿姨好伤心 我们看看阿姨的综合的评分是 肥胖 综合评分是65分 然后呢测试的意见也就是结果是属于已经属于肥胖型了 那么下面还会给您一些饮食和运动上面的一些建议您看一下 咱们再看看孝叔的测量的结果 我们看看孝叔的测试结果 我们先看看这个 一溜都在绿色 他已经非常非常的标准 好完美啊 谢谢 女神都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女神应该是在黄色的 应该是以下 对 测试的意见呢 标准 意见呢是标准型 而且得分很高 87分 非常棒 女汉子都这样 如果我们要是从考虑患上乳腺癌的这个风险高低来评判的话 李主任您给一个结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